而緊接著在台北賓館也有盛大舉辦國慶酒會 現場除了安排精彩的表演 更有很多台灣在地美食攤位 總統賴清德跟副總統蕭美琴都親自接待國外的重要賓客 土阿盧的總理戴斐力前一天才剛剛過完生日 總統賴清德也親自送上祝福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用紅石米糕當作蛋糕 中華民國賀誕成前一天更是土阿盧總理戴斐力生日 總統賴清德親自送上祝福 他非常高興 每一個人都記得他的生日 然後大家都祝他生日快樂 來台感受滿滿熱情 國慶酒會逛美食攤 總理戴斐力更點名就愛這一位 台南來的仙真蝦仁肉丸 搭配醬汁收服國外賓客味蕾 愛吃甜食的總統賴清德 也推薦來自台北的義式冰淇淋 推薦總理是什麼口味 那這是紅豆 平東漢夢安秘書長家鄉的紅豆 頂級紅豆 口感非常棒 台灣傳統甜點 昂道昏貴口味入口即化 讓賴總統暫不絕口 另一頭副總統蕭美琴也擔任起 台灣美食推廣大使 身穿一席墨綠禮服 蕭副總統又流利英文 介紹起花蓮在地鴨肉美食 跟他們說我們今天運氣很好 因為這平常在花蓮是要排隊才吃得到 用美食拼外交 酒會更安排精彩表演 讓現場賓客莫不轉睛 鼓聲隆隆七彩燈光打在舞者身上 更有表演者採西式高敲現身 這場表演注入台灣人神明利 雙十節舉國歡慶 也向國外展現台灣軟實力 近日蕭美琳、黃神廷、彭宇德台北報導